大家好,這次我們又找到之前跟我們聊天的前懲教處高級懲教主任C先生 跟我們聊一宗近期23條之後的案件,其實坊間也有人關注這宗案件 就是說一位在賊人士,本來應該獲得提前的假釋 但是因為過了23條,官方就說現在要跟申禮,所以就未放得要坐足 但是詳細是非常技術的,究竟是不是真的以前一定不是這樣呢? 本來約定俗成是怎樣呢?在你工作的時候,怎樣去處理這種刑期提前釋放 提前釋放是不是有某些要求? 包括現在有些工作人物可能是提前假釋的 但是要守一堆以前不需要守的條件 究竟過往現在未來有什麼不同呢? 不如由我們這個歷史的來龍去脈,怎樣去處理刑期開始講起? 好,教授,你好 說回這個刑期這件事 亦都是其中香港懲教署的一個很重點,大家去很留意的一件事 首先想一下,刑期計算來講,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一個籌犯進來,法院判就進來了 很多時候大家會想,什麼時候可以離開呢? 譬如法庭判一年,判兩年,判36個月 什麼時候離開呢? 大家會在籌車上,其實大家會在想,怎麼計算啊? 大家已經在坐過的就教你這樣計算 有些人跟你說這樣計算 大家已經很著緊去這件事 因為什麼時候離開呢?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日子 這次講的適法期是什麼呢? 我們俗稱叫走期 通常法院判下來的日子 譬如法庭判15個月這樣計算 大家會覺得,那個就叫留靶 所謂法庭判出來的日子就是留靶 實際,他要坐的日子就堅靶 他們很多時候就會在法庭判下來之後 已經想,我認了罪,三分一扣減15個月 然後懲教署就給了三分一扣減刑的 那就很大約,可能什麼時候就可以了 那麼,減刑呢,在這麼多年來 是一個,本身已經會給到他們的一個 法庭賦予給他們的一個日子 本身每一個囚犯,聖戀男星 普通刑期來計,普通罪名來計 總之是坐牢的,都是有三分一減刑的 當然每個裡面計數都很 牽涉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可能有不同的案件,不同的法例 有些有緩刑過,有些有坐過,有些有還額過 很多不同的因素去計算 所以計算刑期這件事 是一個非常專門的 牽涉很多不同的法律層面的一個工作 那麼,我們做計算的職員 很久以前,其實是一個普通的民員 去做計算的 但是因為那時候,錯的機會太多了 也都能力上可能不夠準確 那麼,為了撇除這些錯誤 令到計算刑期非常準確 那麼,我們會 一個監獄裡面的院所 都會有一個主任級的職員 專責做刑期計算這個方面的工作 那麼,刑期計算除了主任級職員會計算之外 每一個院所的主管都會去確認 每一個很高級的職員 裡面都會,關於刑期 他們都會很認真去對待這件事 做一日走,遲一日走 對我們呈交出來來說 都是一個頭等大事 所以以前曾經有一個主任級的職員 是因為刑期計算的貢獻 是得到特首的受分 是一個非常崇高的獎勵 當作是一個認同 所以,計算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這一件事裡面 我們平時刑期計算 本身會說 這次會說 執著於我們的監獄規例裡面 第69條說 減刑這一方面 第一條款就是 因為它勤奮和行為良好 而得減刑 大家可能會執著於說 你要行為良好 你要勤奮 才可以得到減刑 那,可不可以說是呢? 條款來說,確實也是 但如果就這樣看字面 而去解釋,去演繹這個條款 有機會就會失去它本身這條法例 背後的用意 這次就因為這樣 可能大家對監獄的運作 或者對這些法例 可能平時大家少接觸 可能會有些不同的演繹出現了 令到這次的問題發生了 還沒說這次的案例 前,我想先問回國安法之後 我記得有幾宗案 是有一些在囚人士 都是參與社會運動的 根據以前的慣例 是提前獲釋 但就好像從此消聲匿跡 我們又知道現在 國安法的要求 有些人去爭取 甚至是保釋 都已經要收到很多條件 關上社交媒體 不可以說話 那是否現在 假釋都會有這些條件出現 而當年你在這時候 是沒有這些事情的呢? 根據法例 我們就跟法例做事 我們自己就沒有說自己的主觀行為 那麼規例說明 刑期就是減去了 你減刑的部分 就是你的釋放日期 而釋放了 根據那個日期 而釋放的人士 是不會有任何 需要你去 所謂監管你 有些什麼條款 因為香港 我們做開 就不會有 沒有假釋這件事 所以你能放就能走 如果你說說到 根據這些減刑之後 也需要受到監管 請交署裏面 就只有兩條法例 是另外會有 對 囚犯離開了監管之後 根據減刑 都給了他 離開了之後 需要監管的 其實就只有 第475章 就是監管釋財條例 我們自己俗稱 法律 又或者是另一個 就是你減刑的日子 比你減刑的日子 再短些 更加早走的 那個是你非常行為良好 要得到特首的認可 批准 是你可以直接給你減刑的日子 再早些的 我們俗稱RUS 就是囚犯監管釋放條例 只剩下25章 這些東西 其實本身都會有 但是不多 亦都是會不會 因為根據國安法 裡面 這些釋放了的囚犯 因為這些條例 可能會有這些條例 因為根據這些條例 而去受某些守行為的條款 這個我也排除不了 但是 撇除這兩個條例之後 有沒有其他政府部門 會跟他們有溝通 你有某些 自己私底下的 所謂的交易 跟他們說你要做好某些事情 如果不是就怎樣 這個就可能在懲教署的 權力以外的一些政府部門做的事情 我們這個就想不到 明白 所以在你們的工作範圍 就是拿來做 數字就這樣計算 然後 如果可以行為良好數 那你就是負責計算過日期 其他那些基本上就是 另外一些政府部門的工作範圍之內 就不關你們的部門的事 主要就是這樣 我們很著重 就是根據法例 你都管的東西 就是給到你的東西 你可以得到的一定都給你 你不應該得到的就不給你 就不會說 有些什麼 我們會拿起一點 不給你 法例給你 我回答 我不給你住 有些什麼留難 我們都不會 盡量 其實最好就是 計好日子 你最早就可以 那一天就走了 就不會說 遲兩天 遲三天 遲兩天 遲三天 那你給個理由 程教署都要有個理由 去告訴 在場人士聽 為什麼你不是根據最早釋放日期釋放他 而最早釋放日期不是提早了 其實法例是容許他 是要這個時候可以走的 是法例寫明的 不是我們給一些什麼 更好的優惠條款給他 益了他 不是這回事 這個概念很重要 但是至於行為良好 那個定義 那個discretion 就是你們的前同事 他們會可以把關的 哦 這個呢 就是這個 今次 我們 街外 大家 其他外債人士 對於這條條例 怎麼看這條條例的事 大家看到的就是 字面上 因勤犯行為良好 所以獲得減益 但是 我們整條監獄規律裡面 沒有一個清晰的條款 就是你做到什麼行為 就會等同於行為良好 什麼行為 就等同於勤奮 而什麼好的行為 是令到你可以 得到減益多少幾多日 得到減益多少幾多日 有沒有這些條款 是沒有的 但是反過來 我們可以看的就是 我們 在交易規律裡面 我們懲罰 那個在床人士 是有很清晰的條款 根據61條 但是交易規律 就是 清楚寫明 每一個在床人士 你在監獄裡面 做了什麼事情 這些事情 這些罪行 會令到你 會受到紀律檢控 而紀律檢控 是根據63條 我們的監獄 幾個監督 是可以根據63條 去令到你減盈 這件事 是少幾多日 譬如 如果 你 給我們搜查到 有些維金物品 譬如你多資源支筆 可能有機會 你會減盈 少了 譬如一兩天 兩三天 是這些 懲罰性的機制 去令到再嘗試 在監獄裡面的減盈 是少了幾多日 而不是說 你做了幾多事情 良好 或者你又做到什麼 升了薪金 或者跟阿sir 今天 討厭你貌 然後你就會有 給多三天減盈 給多四天減盈 就不是這個機制 這個是一個 扣分的機制 不是一個 加分的機制 我們 在這個交易規律裡面 看清楚之後 其實就會看得出 其實這個交易規律 本身是一個扣分機制 他是預設了 每一個進來的人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證據 證明他勤勤奮 良不良好行為 所以我們每一個 囚犯進來 我都當他是一個勤奮的人 行為良好的人 而在監獄裡面 做了什麼行為 令到他沒有那麼行為良好 令到他沒有那麼勤奮 而因為這些事情 我們就根據懲罰的條款 在法例裡面 賦予懲教署 去剝奪他 取消他幾多日的減刑 幾多日的減刑 而這個機制 是我們非常著重的 那麼我們 這些所謂的 檢控的行為 我們俗稱有一個 扣訪的職員 是專責做每一個案子 每一個囚犯在裡面 多了一支原子筆 多了幾封信 多了幾多不知 不是他的號碼的一些物品 這些事情是一個專責的職員 一個專責的職員 我們俗稱 去處理每一宗案子 我們盡量 亦都是懲罰處 在以前這麼多年來 我們是很努力去把 紀律檢控的審訊過程 盡量貼乎 法院 我們平時香港法院審訊的過程 盡量公平公正 盡量給他 他理論上都會有一個很合理 很透明的審訊過程 給予在罪人士 亦都有上訴機制 所以我們看到 理解整個故事 怎麼玩之後 自己知道 其實本身減刑 是一個扣分機制 本身我們就給足100分 你有些什麼做得不好的 不好的 頑皮的 那就扣你減刑 是一個扣分機制 所以可能外面 大家可能看到這個字面 就覺得 你要行為良好 你要勤奮 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 現在就變成一個 兩邊好像又有一個加分機制 又有扣分機制 在同一條法例裡面出現了 這樣就可能會 到時候我們現在執行上 會有一個混亂的情況 在你任內 你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一些在場人士 是一天都不可以減刑 或者是有很明確說 這個行為又不良好 又不勤犯 但是又得到一致的認同 他就是這樣 最誇張的個案是怎樣的 那也有不少的 應該這麼說 是真的有些個案 但是其實呢 這件事其實對 那個在場人士來說 還有對我們懲戒處來說 是一個非常之辛苦的過程 就是你要把減刑減到去 變成零 就是你的走期等於你的 樓靶 堅靶等於樓靶 是一個很辛苦的過程 你要不停地犯事 不停地坐水記 不停地支援 是一個很... 不容易 就是你考試 你很難拿一個 拿一個 很難的 其實你要努力去做 才特意做到的 就是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外籍人士 應該是非洲人士 也有一個 國內的人士 是坐了很長時間 也都在裡面 是不停地犯事 除了犯了我們監獄 例子裡面的事情之外 也都在特意故意地 是要襲擊職員 襲擊周圍的在場人士 目的就是想盡量 留在懲戒處裡面 因為可能他外面 有其他 他們自己的外來因素 他們出去 可能會有一些 對他們來說 可能有人身傷害 可能有機會 其他人會對他們 有性命 有威脅 所以他們也都會希望 可以在監獄裡面 留得多久 另外一位 非洲的在場人士 也是 他有機會 他本身的國家 受到 可能會有虐待的情況 可能對他有不好的情況 他就盡量不想離開香港 盡量在香港的監獄裡面 坐得多久 這些人也都是 所以 在我們裡面 策略法下 我們上班都會說 哪個哪個 今天又打了哪些人 令到他又坐久了 這樣 不是一個很容易 可以達到的 成就 押起鎖來的 真的不多 很少 非常少 大部分都是 比他正常 最早日期釋放 通常都是這樣 很少會 說真的 因為犯事 就算是犯事 都好 最多都是 十天八天 很少說 真的會 整個減刑 那段日子 可能有一大半 都是沒有了 這個 要刊 個案 剛才你說的 案例 其實是否應該 他索性 申請做難民 是否直接一點 拖來拖去 都不是辦法 他拖到最極限 都是本身的刑期 不可以再 再長一點 他可以在街路裡面 犯香港法例 譬如他 曾經襲擊職員 那時新聞也有報道 真的流血 整個職員 是很慘 被他這樣打 他是因為這樣 而另外 被香港警察 另外再封告他 襲擊完 令到嚴重傷害 另外再去了法院 監獄裡面 這個襲擊罪 是另外再加監 是一個另外 既然他可以再在 香港的監獄 再大流長一點的時間 也有機會 申請難民 有機會是入境署 本身 都已經 拒絕了 他的難民申請 他可能在入境署 職員已經跟他講了 你有個案 難民申請 可能已經拒絕了 他也不可以 有其他方法 可以扭到香港 所以有這樣的情況 發生 但不是一個很普遍的事情 減刑 減刑也真的不容易 可以令到他沒有了 或者是一大部分 沒有了 我們講回這次 23條之後的一個案例 本來這位在床人士 他本身就是因為 國安法而判刑 應該放得出來 現在又說不行 又要坐下去 我們先不講條文 你直覺看到今天的新聞 你覺得是甚麼一回事呢? 其實這個 我覺得會是一個 令整件事最 涵淡水最麻煩的 一件事就是 當你條文生效之後 但是判刑就在 條文生效之前 會有甚麼麻煩出現呢? 首先可以這次 看 首先 就是 條文剛才生效 其實在 程教署自己裡面 如何去 就這條文去 改變自己的規例呢? 因為其實 除了根據法例之外 我們本身都有很多內部指引 有些工作規例 工作守則 甚至刑期 我們都會有另外一本 手冊 怎樣去 教職員 如何去處理刑期計算這個問題 就是 而每一個院所 本身自己都會有 定立 就主的事情 去定立一些守則 定立一些規例 這件事就是太快 太突然 而這個案子 也都是 叫做 因為國安法 而去坐牢 一些罪名來的 是否這一次就已經 適用到呢? 有很大可能性就是 估計 就是 院所主管 本身也知道 這是一個 國安法的囚犯 那 需要問意見 我想最穩固的就是 先不給 不給就是最安全的 什麼時候就可以 先想想 先 知道了 有一個最穩固的方法 懲教署 由署長到前線職員 全部都不會有責任 可以 揹到票 這個是最安全的方法 那才讓他離開 其他事 之前那些日子 那些不給當然是穩固 一些 對許制來說 那 對於這個條款 突然間加了出來 就是 除了署長 信立 他得減刑之後 是不會不利於國家安全 這麼大的一個責任 擺在懲教署長身上 那麼 他 怎麼會 可以怎樣做呢 突然間 我們本身是一個處理 監獄內部事務的一個 政府部門 突然間 牽涉到國家安全 而那個處理 通常都是內部的事情 突然間 我外面的國家安全 都要關他事 那 怎麼做呢 沒有人知道 那 也都要怎樣在內部做 可能會不會設立一些機制 有幾個委員會 或者有幾個委員 可以 成立一些守則 可以說到 這些在場人士 這些在場人士 因為大家 突然間發生了 給了一個詐欺 那處理 都不會做 突然間有新的事情 所以 最慘的是 這件事發生了 而那位在場人士 就是因為這樣 而無辜地 不可以因為減刑而得到正常獲釋時間 那我覺得 對於各位在場人士來說 心理上 都應該會有很大的負擔 首先 坐牢 我剛才也說了 你第一天就已經想 什麼時候可以離開 那你可能當那一天是可以離開的 那其實 之前那一個月 兩個月 你可能在場人士 在裡面已經每一天 已經在倒數 今天又過了 今天又過了 還有第十日 第九日 第八日 每一天都是多日如年 最後的日子是很難過的 而 程教署也很著重他們的走期 無論他 最後那一星期 最後那幾天 最後那一天 院所主管都會去接見他 讓他可以在院所主管面前說 這段時間有沒有什麼投訴 有什麼反映 意見給院所主管 我們都對他的走期 我們自己都很著重 突然間 所有事情 在那一天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各位在場人士 是那一天才知道 還是 可能之前已經給了口風 大家都在一個很混亂的情況之下 因為沒有一個很原始的機制去處理這件事 那 未來可能也會有這些問題發生 那希望 之後會有一個 比較清晰一些的機制 程教署可以建立出來 而也不會太影響到 有關 有關最限的罪犯 的獲釋時間 即是不要影響得太深 即是 無必要 但是有沒有一個上訴機制 雖然 剛才你說新條例通過了 大家知道 但是其實 裡面還有很多灰色地帶 如果這次 接受了這個變成先例 以後都是這樣的 如果是當事人 他有沒有任何 上訴 或者不是那麼糟糕 討論的空間 這件事就變成 首先你要上訴機制 你首先要有機制 程教署 我不知道 我估計 就算有機制 大家都好像 裹着石頭 那樣 就算有個機制 好像可行的 但是可能又有很多 卡 有很多沙石在裡面 磨碎不了 大家都不知道 而這個 令到他可以早釋放的 就是一個責任 一個責任 一個責任就是 如果他之後做些 不理國家的事 那個處長是會很大責 那處長怎麼會 這麼有勇氣 他說 行為良好 我讓你走 對他來說 很危險 對他來說 就是 很多次都 都最後 在他那個職業 都最後的五年八年 或者再短一點時間 都是想安安樂樂 做個處長 然後就退休的 都不會說 突然間 這麼英明神 沒有走出來 我要怎樣怎樣 都不會的 你看這次的處長 都很少曝光 我就知道 其實大家都是想盡快 大家用監防那套 就是不要做那麼多事情 平安安過日子 就算了 這次就變成了 整件事就 在程後處的文化來說 是很大的衝突 那你說 上訴 會不會給 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 尤其是這次的個案 會不會找回 判案的法官 去給他清晰一點的指引 比較好一點呢 其實 因為很多時候 法官判案 其實判刑期出來 除了案件的嚴重性之外 還會想起 他還押了多久 還會想起 他接下來會在 懲教署的刑期 會有多久 他們也會考慮 懲教署是會有減刑的 而判案的時候 他們也會知道 譬如我判15個月 或者判18個月 18個月裡面 他會有6個月 大約是減刑的 實際他會錯12個月 法官在判刑的時候 都會考慮 懲教署減刑這個因素 而去判他的案件 刑期是多少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有時候 我們自己知道 有些個案 譬如當事人 在懲教署 可能已經6個月了 已經一段時間 可能現在判刑了 我想判他 其實都是大約坐6個月而已 實際上 那麼 法官就會很巧妙地 判刑9個月 判刑9個月之後 因為他知道行為良好 會有3個月 也是3分1減刑 即9個月裡面會有3個月 他應該會得到減刑的 那麼 計算數 後扣回去減刑 華藝的日子 其實 他是可以 接近提早釋放的 當然法官就會 判你9個月 然後就在法庭首領上面 就命令這位華藝人士 判刑那一天 就有個立場發出 那麼 那些法庭的警察就會知道 這個人 是可以逃走的 但是其實他判刑是判9個月的 難道 我們要把這位在判人士 抓回去 懲教處地方 然後說 你行為良好嗎 你有沒有勤奮 其實 在法院判刑那個層面 其實已經有考慮到減刑這個因素 那麼會不會這個案子 給法官再複合刑期 讓他知道 如果這位在判人士 他未必可以減刑 甚至乎 可能一半 可能全部 然後就問懲教處 你打算有多少分之幾的日子減刑 你會給他 他的行為怎樣 會不會再考慮這些 然後還給法院 因為始終刑期 他坐多久是司法機構的專責所做的事 我們只不過是執行司法機構 頒布下來的命令 所以這次會不會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那時那位法官判刑期 無論是他上訴完之後的刑期 無論是他在 區域法院那次判刑的刑期也好 那兩次都未有23條的出現 未來的事 他們不能夠因為未來的意義 而在現在 考慮了未來的因素去判決 那會不會 大家會有一個平衡的方法 就是給法院去想想 這個刑期會不會有浸著呢 這樣 這個可能在這個案子裡 可能會比較 對他們來說會容易些 無論對懲教署來說 無論對當事人來說 可能會是一個 少少少的 或者 這個問題 是 剛才你提到這次 來了一個重點 就是新的 法例 就是這樣說 你要有一個條件 就是之後不會再做 所謂違反國家安全的事 但是懲教署本身是沒有這個 專業知識去評估這個人之後 他出去會不會根據現在 那個不知什麼的定義 違反國家安全的 那不是整個延貫的權力 是不是都應該 外出去另外一些專家 什麼國安委員會 或者是國安處 等他們去判決 而在你們前同時 就可以永久 射了這個活動 反正他們本身 真的不是專業 可以判決這件事的人 那是不是應該這樣 會客觀一點呢 其實教授你說的這件事 我也非常認同 其實 做公務員來說 很多時候最擅長的是 如何把自己的責任好好管理 把自己的責任好好管理 就是 可不可以減少少少 那確實委員會 是一個非常之 不錯的一個方向去發展 那可能懲教署都會研究這個方向 或者甚至乎 他可能本身已經 是準備成立這類的委員會 都未定 那你說 減應這件事 會不會很主觀 搞到你行不行為良好 你勤不勤奮 會不會 不離於國家安全 但是有時候有問題 就是 你去考慮這個人 你可不可以很客觀地考慮他 其實 原來他是一些公眾人物 很出名的 可能是一些在政治上很大的影響力 本身 但是其實 他很乖 可能他說我以後都不做 但是這些事情不是他影響到的一些因素 政治上可能他 求其他 因為 因為 所以 或者他認識很多人 他出來 就會 每個人都會看著他 有很多曝光 有很多人會聚焦著他 在做的事情 會不會因為這些知名度 而令到他得不到一個客觀的一個平衡呢 其實又 是一個 大家 都是 程駕處 完全不懂 處理到我 我相信他都很辛苦 這次 無緣無故 這麼大的帽子 他都不太多 看得起我 其實 剛才說的委員會 其實我們本身都不少 我剛才說 也有說 有些 監管條例 其中有一個 可以參加 就是一個叫PREX的監管釋酬條例 他對他們的委員會本身都很大的 有時候 他的委員會裡面都會有兩個官吻法院的官 可能是現任 可能是退休 或者 起碼也有一個區域法院的官 有程駕處的代表 有警察代表 有精神科醫生 有心理醫生 有 起碼是一些得過忘用的人 在社會上都是說得事的人 在一個委員會裡面 去審核每一個 需不需要去做監管的一個 條例給每一個條犯個案 剛才說 會不會是有些 國安處的人員 他們專門做這些 對這些條例非常熟悉 可能對那位當事人 也有些認識 會不會是 會邀請那些人員來 會不會邀請一些 政府裡面的高級人員進來 是放在一個委員會裡面 然後 讓他們可以 都給予一個意見 我們程駕處處長 這個 再嘗試 可不可以因為 和良好或者勤犯 或者他 看得出他 可能已經 不會再做這些 不利於國家安全的事情呢 然後就可以給他減刑 希望可以 把減刑這件事 儘量常態 讓他們可以 正常一點 不要搞到 好像一個 變相 是一個 扭曲了的刑期 好像長了 你本身判 判他這麼多年 但原來他沒有減刑的 其實 判刑的刑期 理論上變相就長了 如果你完全沒有減刑的話 也不是一個好事 我相信 大家都會有混亂的情況 經過這次案例 如果沒有其他的新發展 沒有什麼新的機制出現 而第一宗就出現了 根據以前的做法 由第一宗就來之後都會跟 是否可以理解 總之以後所有 類似的個案 進去的朋友 都要預了坐足 這是不是 將來實質 可能會出現的情況呢 我想這是一個 比較 令人擔心的可能性 會發生 去到那個方向 因為 這次不是 純粹是一個 普通一個罪犯 可能出去 會重新犯一些 其他的案 現在說 大家都說 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沒有人說不要緊 大家都很著重 很認同 需要國家安全 但問題就是 那處長會不會 揹在身上 有時候 譬如說 當有些 案例就是 實質情況 可能例子就是 本身這個 在殘事 他本身犯的 國安法 可能是很短的刑期 可能是 最後只不過是 判他一兩年 因為都有一兩年的 國安法的罪行 那些兩年 這麼短的時間 出來 可能會不會有機會 就是 國安全人員 或者其他政府 過門 其實他本身 以前犯了那些罪 政府門還在懲罰 可能他獲釋了之後 就因為 他 坐牢之前 又犯了某些事情 現在找到了 你是需要懲罰的 你現在 他獲釋了 但是因為他 坐牢之前 犯的罪行 坐牢之後 又抓回他 然後去法院 這時候 難道懲教署 又要飛上身 你抓了他 當然你是居公自衛 你也是勞虎公高的 那懲教署署 就吃光了 在後面 為什麼你給他走 你減刑 你給他 或者 你沒有令到他自身 你在裡面有沒有做過什麼 令到他不會 有害國安權 這些事情 懲教署全部都是 他有責任 而他沒有公領 他不會做任何這些事情 令自己的責任 增加 不合理 對於一個公務員來講 那 希望不會向那個方向發生 其實 條紅線 那個 那條線是怎樣劃呢 其實都 我相信 除了懲教署 之外 可能會有其他政府部門的參與 大家討論 其實 過了現在 那麼多新聞 那麼多大家 談那麼多意見之後 會不會其實 裡面的內部 不如談一下 其實 你真的想去 是不是真的要沒有減刑 還是 其實減刑 你都給他 只不過你之後 你整個委員會 就是回答 大家分擔責任 讓大家不要拔責任 那你之後 你又不要拔責任 我 我之後又不會拔責任 大家 做回以前那套 會不會 大家會有傾有說 大家可以 互相配合 會不會這樣 反而會有利於之後的執行 情教署 這些情教署 裡面也難做 因為如果 你說 這些全部 國安罪行的囚犯 都不可以有監刑 其實對情教署本身內部 都很辛苦 因為如果他沒有減刑 完全一早就知道 全部都是假的 那麼他在裡面 就不會因為 害怕沒有了減刑 而不做一些違紀行為 你罰他 你罰我沒用 我怎麼都是那天走的 我怎麼都會是最後一天才走 我沒有減刑 你罰我都沒用 我不怕 我不管 對於裡面那個 監獄裡面的管治 也很困難 而 如果 就算有一個委員會 給他減刑 如果他做什麼行為良好 很乖的 當你不會做一些 白黑國家安全的事情 那麼他在裡面的行為 可能會很誇張 可能會 不知做什麼 可能他會不斷找工作去做 不斷搶了工作來做 不斷說 B仔做一下 這個做一下 幫阿瑞針水 這個重要的位置做 那麼他可能會搶了其他人 本身正在做的位置 那麼他本身記得利益的那些 其他那些囚犯 他的利益 他整個平衡是會 被他抹去 其他囚犯跟他說 你不要這麼出位 然後那些囚犯跟他說 我不做 我沒有減刑啊大哥 那麼大家會有一個衝突在 就是本身 扣分制的 你不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了 你都有減刑 對於一個加分制 你不做的事情 就什麼都沒有 那麼大家面對的困難不同 那麼衝突會出現了 那麼懲教署要管理這兩幫人 也都更加困難了 明白 最後一個問題 你覺得這次這個案例 會不會再延伸到一些 不是直接用國安法 或者23條判的例 但是又是 就是有政治的那些 煽動啊 國安條例啊 就是那些 會不會慢慢都會變成 走這個方向 都是要坐著的呢 哦 這件事情呢 也都是牽涉了 怎樣去解讀那個法例 如果你說 他是因為國安罪行而服刑的 那說明 雖然是 條文是說 他本身是因為 犯了一些國家安全的罪行 但是 他會不會是一些 學校教授 會不會是一些 騎車邊 有些灰色 近近的 會不會其實 雖然他盜竊 但是他盜竊的 是一些國家安全 有關的一些物件 來的 你會不會這樣去捉一下 又會越捉越遠呢 是很危險的 而 而懲教署來說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問清楚 我不知道 我不會幫你做決定的 那麼 最簡單就是 問律政司那邊 那邊 律政司那邊 可能會回答 根據他們那邊自己的準則 去說 其實這個也可能是 那麼 越捉就有機會 越捉越遠 那麼 對於這些 大家知道 行政上的事情 那會不會再嘗試 其實沒有死呢 就是他可不可以 上訴律政司的決定 說這個是一個 不是危害國安全的罪行 那這樣 那又一段時間爭 那 而現在這個社會的風氣 就是 他們是處於非常之劣勢 他們的權利 就是 完全沒有了 就是 每個都是要他坐 可能 可能政府都覺得 你坐中身也對 你危害國家安全 就是他們的權利 就很大大被削弱了 尤其是 可能之後 會有一些 比較知名的政治人物 可能都會叛復 那麼他們更加的權利 一定會被 大大剝削了 那麼 是一個 大家需要去想的問題 是一個 全新的問題 大家會 不知道怎麼處理 但是 希望會在好的方向去發展 唯有 明白 我想 剛才大家聽完 C Sir的分享 都會看到很多 就是 Gray Area 還是存在的 只不過是 看看爭招有沒有人 敢在這個時勢 在那個環境 去做一些正常的事情 雖然 這個方向就是這樣 但也不要太悲觀 都會有 希望有好一點點的事情發生 我想這個就是 我們今天 大家可以的 提供會 非常感謝 C先生的分享 下次希望我們有機會再請教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康有為 開了那些條件 就是吸引這些法橋 募集的那個資金 比孫中山還多 康有為找了他的同鄉 譚良 在芝加哥開了一個酒樓 豪華漂亮的不得了 你是錢從哪裡來 各地的法橋 就是說你要加入 那就是說會會 那會會是年腳 你可以贊助 比如幾萬幾萬美金 康有為是開了那些條件 就是吸引這些法橋 他就知道你有錢 他說好你任兼10萬美金 然後將來 我老康是宰相 然後我就提名你 當這個什麼 實業部部長 大家拼命捐 所以聽說他的那個 募集的那個資金 比孫中山還多